摸摸艾米 摸摸你好 摸摸咕噜 咕噜咕噜 你们在干什么呀 我们在等你呀 又到了我们的 大自然小课堂 出发 它不是仙人掌 也不是把刷子 身上背着满满的刺 喜欢把自己卷成一团 你们猜 它是谁 背着满满的刺 是不是小刺猬 猜得没错 这个脸尖尖 腿短短 看起来像仙人掌的小动物啊 就是刺猬 刺猬最为人所知的 就是它身上那满满的刺 有五千根那么多哦 哇 就像头发那么多 不过刺猬的刺啊 只是为了保护自己 不用来攻击别人 所以不用担心刺猬会用刺扎人 刺猬胆子小 行动也慢 当受到惊吓或遇到危险的时候啊 它们就会卷成一团 把脑袋和肚子藏起来 变成一个大刺球 哈哈 这样敌人就拿它没办法啦 咕噜 那刺猬宝宝也有刺吗 刺猬生下来的时候啊 并不带刺 你们看 这些啊就是刚出生的刺猬宝宝 它们身上还没有刺 只有一些像鳞片一样的东西 刺猬宝粉粉粉的 身上一根刺都没有耶 咕噜 嗯 等它们长大啊 鳞片才会慢慢变长变硬 长成尖尖的刺 长成之后的刺啊 不但可以用来保护自己 还能让刺猬伪装成一团枯草 在树林里就不容易被发现了 嗯 小刺猬的刺还可以用来收集果子 那只是童话故事里的想象 其实啊都不是真的 如果刺猬背着果子会很容易被敌人发现 而且重重的果子也让它跑不快 对刺猬一点好处也没有呢 哦 所以刺猬不会用刺背果子 说得对 小朋友们 请问刺猬的刺主要有什么作用呢 A 保护自己 B 收集果子 C 攻击敌人 我知道是A 不思维用刺来保护自己 回答正确 小朋友们 你们答对了吗 耶 今天的小课堂真好玩 咕噜咕噜 下次我们学什么呀 想知道的话 记得回来收看我们下一集大自然小课堂哦 好 再见 再见